一个人的嗅觉功能减低 可能与痴呆症的风险增高有关 您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罗西西博士 之前罗西西聊过 如何保证我们的大脑健康 提到就像一朵花一样 花朵需要阳光 需要土壤的滋润 那我们的大脑呢 也需要信息流的滋养 以及呢 血管的健康 免疫系统的健康 给他提供好的土壤 那对于大脑的信息流呢 有很多接收的器官 包括我们的眼睛耳朵 还有我们的嘴巴 那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嗅觉 就像很多新生儿 刚刚来到世界的时候 他就是通过触摸 通过把东西放到嘴巴里面 通过去闻这些东西 来逐步逐步的建立自己大脑的思维 那近期一个发表在 这个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的 这个杂志上的论文表明 嗅觉下降呢 还与大脑扫描中 阿尔茨海摩病相关的 病理物质堆积有关 那这份研究呢 他研究的对象 是来自于巴蒂摩尔 有364名的参与者 并且呢对他们进行了随访 随访的时间呢 长达2.5年 在这个过程中呢 对他们实时进行了 认知功能的测试 还有嗅觉的测试 还有大脑PET CT的扫描 在2.5年之后呢 这300多名老年人中呢 就有一部分会成为 轻度认知障碍 就是阿尔茨海摩病的前区期 那还有一部分呢 会直接成为阿尔茨海摩病 然后这个作者呢 就会分析基线的数据 与未来发展成为痴呆症的一些关系 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 就是如果一个人 嗅觉功能受损的话 与未来发生轻度认知障碍的 风险增加22%有关系 而且呢这个研究结果 也校正了一系列的干扰因素 像年龄啊 性别啊 种族啊 教育啊 而且呢这个研究人员还发现 较低的嗅觉评分 与大脑中嗅觉相关的一些脑区里面的 阿尔茨海摩病的病理物质堆积 有一定的关联 因此呢他们提出了一个猜想 就是嗅觉降低 是不是这些阿尔茨海摩病 病理出现了一个早期真相呢 当然呢 继往在罗西西自己研究团队 也曾看过嗅觉的一些数据 但是呢 这个跟这个嗅觉的设备关系很大 因为现在评估嗅觉的设备 也有灵敏的 也有不灵敏的 不灵敏的呢 可能就给你闻四种味道的玩意儿 醋啊 分泌啊 等等 那灵敏的呢 可能涉及到30多种味道 但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东西 因为测嗅觉呢 毕竟它的成本比较低 那我们呢 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是不是反向的去提高嗅觉 能够降低痴呆症的风险呢 根据其他的研究呢 我们推断可能是有帮助的 因为呢 像啊 比如说牙齿 掉的越多的话 与痴呆症的风险有关系啊 但是呢 安装上假牙之后 这种风险呢 就会降低 还有听力下降 有关系 但是安装上助听器之后 痴呆症的风险呢 就会下降了 就根据其他的研究推断 可能嗅觉的改善 也会降低痴呆症的一些风险 但是呢 嗅觉的纠正啊 目前来说 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直到2019年的新冠 开始流行之后 约有20%多的人 在新冠之后 散失了嗅觉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去探索 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嗅觉功能 一些科研人员认为啊 涉及到味觉嗅觉的一些神经啊 它是具有一定的弹性的 也就是说 你经常去刺激它的话 是可以促进它的恢复的 因此呢 他提出的一些方法呢 就是利用一些香气比较刺激的东西 每一种呢 都在自己的鼻子下面 比如说 闻个10到15秒 每天呢 进行两次 持续数周或者数月 可能会有帮助 那他提到的产品包括像丁香 柠檬 安树油 玫瑰花油 那罗希希呢 看到自己桌头刚好有一个鼻通啊 这个是我日常用的 那这里面呢 装的就是安树油 那具体有没有帮助 这个呢 还是要有待科学的验证 这里呢 还提到了一个公益网站 叫Apsent ORG 那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进入到这个网站 去看一下有什么提高嗅觉的好方法 好的 那总的来说呢 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罗希希还是建议全面入手啊 脑力锻炼 体力锻炼饮食的调节和三高的控制 经常出门与人沟通交流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不知不觉 你的五官啊 就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此外呢 通过饮食的控制啊 运动啊 你身体的这个土壤 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壮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 对我帮助很大 拜拜